前纽约市长律师鲁迪朱利安尼 周而对美国媒体Newsmax说 他周一将韩特拜登涉嫌与未成女女童的色情资料 送交特拉华州警局 南韩21日在船施打流感疫苗后死亡案例 截至目前南韩共有9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 引发南韩社会对于疫苗安全性的忧虑 不过南韩疾病管理本部强调 目前尚未离清流感疫苗与死亡案例之间 是否有因果关系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城市中则表示 南韩民众施打的疫苗跟台湾不一样 请民众放心 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首都出访选择越南和印尼 21日与印尼总统佐科威会台 与诺提供印尼500亿日元的贷款并进行经济合作 经于中共在南海的扩张 印日双方皆认为要加速磋商国防装备品的技术转移 菅义伟在国际记者会上说 自己将开展元首外交与东协密切合作 致力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 成群的鹿是日本奈良县的观光特色 但鹿不是因为误使人类留下了垃圾而死亡 曾将奈良在地企业开发以牛奶和和米汤做成的鹿取代 即使被鹿误使也不会致死 但有日媒近日发现 奈良市奈良公园的鹿群 因为肺炎疫情少了观光客喂食鹿饼 许多鹿汁回归野系吃草 对鹿饼不再感到兴趣 有人味也转头不吃 新唐亚牌电视总理报道